如今府内上下 都是交由圆圆来处理 圆圆 属下无能 未能将人追回 你的武功明显在她之上 况且她还中了我的失魂彩 莫非 殿下 王爷 我在府里找了一千都没有找到圆圆 但是我发现了这个 难道她真是大红子的人 她肯定有情不得已的苦衷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你怎么受伤了 我就给你拿点尖创药 不用了 圆圆 圆圆 你的眼神骗不了人 你走吧 别再回来了 我我不是有意忙你们的 我明白 身风乱世 身不由己 无论你什么身份 无论你是谁派来的 平安就好 我 罢了 吩咐下去 把这个箱子送到宫里 是 账布白纸黑字 帝录着大皇子敛财的证据 谋反之心招然若结 献他已被圈祭 三哥为何这副模样 小岭州私自调兵 父皇非得没怪罪 反而给了他更多的兵权 让他方便调兵 父亲 他还可以与林将军一起 掌管兵部 哼 哼 父皇只是派他跟随林将军学习 况且这次 他可是立了大功 富光奖赏他 也是情有可原 哼 这皇恩 未免也太过浩荡了吧 我明白你的担忧 他可从未想过妖功 还一心一意待你 三哥将来 可千万别忘了他的好才是 你开始替他说话了 我将你送入王府 是为了阻止他再立朝政 你可曾做到 三哥这是何意 或许 你们在谋划些什么 三哥可曾听过一句话 人心最可怕处 无外乎无中生有 以己夺人